走 走 追追追 別跑 別跑 站住 站住 別跑 救命啊 抓住他 你們要往上把太子 快來抓住 站住 下手 開門 開門 快開門 只要你交出牌子 我們就逛你一條生路 跟他廢什麼話 一邊進去 兩個都幹掉 別亂來 我手上有刀 如果你們趕進來 我就在他身上劃兩刀 再一刀磨了自己的脖子 又不是割我們的脖子 難道我們還怕你不成 你們的計劃 是想讓黃太孫窒息而死 再來給萌萌 但是如果他身上有傷 陛下一定會追查到底 你們是逃不過天落地盤的 心最合理 似乎沒這麼有見識的功能 不知裡頭是哪位 我是傅柔 原來是傅司也 誤會 誤會 什麼時候殺人 也變成誤會了 您是韓王府出來的 咱們也是給韓王辦事 自己人 是韓王派你們來的 正是 不可能 韓王絕對不可能這麼做的 韓王一心一意要給王妃報仇 只要沒了黃太孫 陛下就一定會換了瘸太子 您也被東郭害得不輕 難道 就不想給韓王妃報仇嗎 雖然 韓王妃死得可憐 但殺死一個無辜的孩子 我還是覺得不忍心 不用你動手 你開門就行了 這功勞嘛 還是會算你一份的 開門 快點開門 開門 等一下 讓我 讓我再好好想一想 這女人分明是在拖延時間 這到底開開門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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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要找死 那就別怨我們了 你沒有殺黃太孫 就先殺了我 慢 回那時 奉先後趙立 自命傅柔回尚禮局上宮 傅上宮 接趙晚 下官行 來人 報黃太孫下去 是 放心 你就算信不過我 也應該信得過這上面的親筆 這是一個測試 是 先後臨終前和秦王在御花園賞了一回幾日 回來後親手寫下這道照例 先後 先後有疑慮 先後要確定 你為韩王妃求情是初自攻心 而不是在討好韩王府 先後還要確定 東宮與你思遠已久 日後你仍能不計個人恩怨一碗水端皮 太子 太子 韩王秦王還有其他皇子都是陛下的骨肉 上禮局倒影中宮 和貴人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所以 劉上公已經老了 先後必須要選一位沒有私心 能持正手中之人 傅上公 你有什麼想法 本官沒有想法 宮裡的規矩 早就寫清楚了 六局 只需要秉公而行 不需要想法 拜託了